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没有赞助商 向往的生活差点就无缘跟大家见面了 而黄晓明也因此成为了蘑菇屋第一个拒绝的客人 而在最新的一期节目当中 蘑菇屋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 送走了海清跟胡仙旭之后又迎来了岳云鹏 而且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又迎来了张绍刚 周深和毛不易三个人 所以蘑菇屋又聚集了非常多的客人 也变得越来越热闹起来了 除了新来的三位嘉宾还有月云鹏以外 人众也成为了蘑菇屋的留守嘉宾 所以黄磊一个人将会准备九个人的饭菜 而通过下一期的节目预告当中 黄磊跟张绍刚两个人留在蘑菇屋里边做饭 何炯则带着一行人外出干农活去了 一行人来到了橡胶树地里边割橡胶 在割橡胶之前 何炯还跟大家演示割橡胶的办法 并且叮嘱大家 在割橡胶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割得太深 何炯的话还没有说完 周深就表示自己干不了 直接拒绝了 当时何炯也是愣了一下 随后周深表示 因为我的名单里边有深 所以一定会割得非常的深 听完周深的解释之后 何炯也被周深的冷笑话给逗笑了 不过当周深拒绝干活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站在一旁张子峰的表现呢 当时张子峰听到周深说自己干不了的时候也愣了一下 还用狐疑的眼神看了一下周深 当周深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之后 张小张子峰也被调皮的周深给逗得咧嘴笑了 不得不说周深还真的是非常的调皮啊 跟他的歌曲风格有很大的出入 之前周深在王牌对王牌的时候就已经颠覆了很多人的印象了 如今在向往的生活 不知道周深又会展现出哪一面呢 《流淌的歌声》是广东卫视打造的一档大型音乐综艺节目 如今已经来到了第二季了 现在呢 《流淌的歌声》第二季终于王牌关宣 将于6月26号起 每周五晚上的21点10分开播 第一季的录制当中 周深成为了最大亮点 从目前爆出的嘉宾阵容来看 能够来到这里的嘉宾啊 都是华语乐坛重量级的人物 在所有的嘉宾当中 周深是唯一一位90后歌手 可以称得上是90后歌手的一张名片了 罗大佑是华语乐坛的音乐教父 韩磊是《我是歌手的歌王》 最近不走寻常路的蒙叔腾格尔也是老前辈 杨玉莹是内地第一代玉女掌门人 周深能够和这些老前辈们同台 相信啊 也是可以学到很多的 而届时 周深会带来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烟花易冷》 致敬周杰伦 周深在卡布时期翻唱过这一首《烟花易冷》 而小编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的版本呢 也就是林志炫在《我是歌手》当中演唱的版本了 可以说是碾压原唱周杰伦了 周深跟林志炫一样 都被人称为原唱杀手 不知道这次的周深能不能够把《烟花易冷》 刷出新高度呢 在看到应援周深的生命们的时候 还是觉得他们很有爱的 而周深在录制现场当中啊 节目组假借粉丝之口成功地套路了周深 因为周深觉得要唱得太多了 但是因为很多粉丝的缘故 不得已演唱了多首歌曲 除了他的表演曲目《烟花易冷》之外 还清唱了《青藏高原》《青花词》 《千千绝歌》等经典老歌 还有自己的作品《大鱼》《玫瑰云小鹿》等等 这是要在演播听开演唱会的节奏了 《狼魔》周深6月份的行程满满 之后呢还会有B站11周年的演唱 这一次的B站之旅号称是周深回家了 因为B站的官方认证 B站呢就是周深的家 在2019年周深的生日的时候 B站还专门做了周深的生日企划 以及蛋糕还有专访等等 周深本人呢也是B站的UP主 还是六级大佬呢 不像很多的艺人是在B站受欢迎之后 才入住到B站的 周深呢是先做B站的UP主才出得到 所以此次的B站11周年演讲 B站呢也是做足了宣传的 B站的配文也是周深回家 这一场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下周五看完B站的11周年演讲之后 流淌的歌声2 跑男音乐特辑和向往的生活 你会选择看哪个呢 《狼魔》周深总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你选择的惊喜是哪个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